第三百七十五期 荆州豫州诸郡 郡兵讨伐忠蛮人 打败蛮人叛军 下句五月初三 张帝下诏说 朕希望会见正直的人士 策坐在席上 聆听新的言论 先来到的都已清土各自的愤懑 朕大致了解贤才们的志趣了 朕打算将你们全部安排在身边 以备顾问咨询 但光武皇帝在诏书中曾说过 姚以任职能力来考察官员 而不单看他们的言论和文字 如今地方上有很多官员出缺 你们可一并去补充接任 五月二十日 太傅赵西去世 班固想要完成平定西域的事业 尚书请求用兵 他说 我看到先帝打算开拓西域 所以向北进攻匈奴 向西派使者与各国交往 善善于田两国立即归附了韩朝 如今居迷 刹车 书勒 越之 乌孙及康居等国 都愿再度归附 并准备联合力量消灭秋辞 铲平通往中国道路上的障碍 如果攻下秋辞 那么西域地区不服从汉朝的 仅剩百分之一而已 前代谈论西域的人都说 征服三十六国可称作 战断匈奴的右臂 如今西域各国自太阳落山处以东 无不向往归顺汉朝 大国小饼全都十分踊跃 不断地进贡奉献 唯独燕齐和秋辞拒不服从 先前 我曾率领部下三十六人 出使绝远的抑郁 备受艰难困苦 自从孤首书勒到如今 已经有五年 对于义族的情况 我颇有了解 无论询问西域的大国小饼 全都一致回答 依赖汉朝 等于依赖上天 从这点能够证明 冲林可以打通 秋辞可以讨伐 如今应将秋辞派到汉朝 做人质的王子白霸 封为秋辞王 用步骑兵数百人护送 让他同西域各国组成联合部队 数月到一年间 便可夺取秋辞 利用一敌去打一敌 这是计策中最高明的计策 我看到刹车疏勒的土地 肥沃广袤 牧草茂盛 牲畜成群 不像敦煌善善一带 用兵无需消耗中原物资 而梁墨却自济自足 而且古墨 温素两国国王 喜由秋辞特别委任 他们与本国既非同种 又相互厌恶敌对 迫于形势一定会有人投降 如果这两国归顺了汉朝 那么秋辞便不攻自破 请将我的奏章交付朝廷讨论 作为绝世的参考 真的有一点可行之处 死又有何遗憾 但微臣班朝特别幸运地得到了神灵的保佑 我希望且不要倒下死去 愿亲眼看到西域归顺 陛下举起祖福万年的酒商 向祖庙祭告献功 向天下宣布大喜 奏书成上 张帝知道这一事业可以成功 便召集群臣商议准备给班朝派兵 平陵人徐干尚书朝廷愿奋勇出征 做班朝的助手 于是张帝将徐干任命为傅司马 率领免刑囚徒和志愿从军的义勇 共一千人到西域听候班朝指挥 从前刹车认为 汉朝不会出兵便向秋辞投降 输了多位班朝也背叛了汉朝 恰好徐干赶到 班朝便和他一同进攻班朝 他们大败班朝 斩杀了一千多人 班朝打算攻打秋辞 认为乌孙兵强应当利用乌孙的力量 于是尚书说 乌孙是个大国 有善舍之兵十万 因此五弟把公主嫁给了乌孙王 到孝宣皇帝时 终于收到成效 如今应当派使者去招抚慰问 使乌孙与我们同心合力 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六年新寺公元八十一年 春季二月十七 狼牙王刘京去世 夏季六月十五日 太尉暴育去世 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秋季七月二十二日 将大司农邓彪任命为太尉 五都太守连范调任蜀郡太守 成都人民富有 物产丰盛 城中房屋十分拥挤 以往制度规定 禁止人民夜间劳作 以防火灾 然而人们互相隐瞒 暗中用火 结果火灾连日不断 于是连范便撤销了原来的禁令 只严格规定 除水防火而已 百姓感到便利 他们歌颂连范道 连书渡来太晚 不敬火 民平安 从前没有短上衣 仅有五条裤子穿 张帝因沛王等朱亲王即将入京朝建 派业者赐给他们貂皮袍 太官食物和珍奇的国品 并让大鸿炉斗固持福节到郊外迎接 张帝亲自到各封国设在洛阳的官邸巡视 预备障床 接待沛王等人所需的钱薄食物物品等十分齐备 七年 人武 公元82年 春季正月 沛王刘甫 济南王刘康 东平王刘仓 中山王刘烟 东海王刘正 狼牙王刘雨 来京城朝建 张帝下诏 命沛王济南王 东平王和中山王 朝拜时 不畅明 四王上殿后 才向张帝叩拜 张帝则亲自还礼 以显示对他们的恩宠和给予的荣耀 超过了前代 每当他们进宫 每当他们进宫的时候 张帝就派撵车去接 他们直到进宫门口才下车步行 张帝见到他们以后起身迎接神太恭敬 皇后则亲自在内室参拜 四王全都鞠躬慈蟹 心不自安 三月 大鸿炉上奏 请命令朱亲王返回封国 当地特命东平王刘仓 留在京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